左近苗栗公圍序隧道 左右两边都是摊贩 而且全都只卖红枣 郑岗 台湾公馆 苗栗基辛早 你这一包多少钱 我一包150 两包250 强调公馆生产的红枣 一包一斤卖150 还有三包卖200 便宜的价格吸引游客 停下脚步试吃 种子要吐出来看看 仔细细长长的才是基辛早 游客提着一袋又一袋战利品 心满意足的离开 但是被问到袋子里的红枣 是哪里生产的 大家全都抹煞煞 你觉得是哪里的红枣 应该是这里的吧 他有没有讲是哪里的红枣 我没有跟那边 标榜产地自闪自销 不过仔细看货架后方的贴纸 产地居然是这里 我们都有写那个新疆 平常是遮起来的 台湾的红枣它是色泽比较亮的 比较红润的 这第一个 第二个台湾的红枣是比较椭圆的 市面上充斥山寨公馆红枣 农会跳出来澄清 经过农会认证的红枣比较小 颜色红润有香味 摊商贩售的红枣体积大 而且有烟熏味 重点是认证的公馆红枣 一斤要卖750 摊商的红枣价格只有它的五分之一 把国外进口的红枣当作是公馆当地的红枣的价格来贩卖的话 我们是认为说这个部分就有欺骗消费者之嫌 全台目前只有苗栗公馆生产红枣 农会全部收购转卖 光一斤的收购价就要450元 农会呼吁民众 来路不明的红枣千万不要买 如果买贵又吃坏身体可就划不来 这有黄志明苗栗报道